記得小時候每到初一十五 阿嬤就會買些碗仔鬆糕回來 個個都蒸到爆炸頭 四身香甜又鬆軟 現在就好少有得買 今天就試試在家裡自己做 重溫一下細屎的味道 小女都好喜歡吃 每次都吃到拍爛手掌 做法就好簡單 先將40克白生糖 和220克水混合 搞到它溶化 之前我也做過幾次 不過失敗了 所以看到有鬆糕乳條粉 就買些來試試 想不到一次就成功了 這樣就不用浪費那麼多時間試來試去 整包粉倒進去 搞到它沒有火粒感就OK 忙起來非常絲滑 因為給小朋友吃 就用小小瓶子 喜歡可以用碗都OK 表面加些桂花就有一層青香 又可以加紅棗、紅豆或者不加都很好吃 水滾後大火蒸15分鐘 時間夠了之後不用關火慢慢焗 打開後個個都飽了頭 看看多漂亮 這個鬆糕裡面加了大米 吃起來就會又鬆又軟又挪 口感比阿媽買的更好吃 真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歡 小朋友 試驗了饅頭粥仔 未做過給他試試 我是小妹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個讚 moi 晚安 晚安 準備是一面